五千匹马力零四不到六秒 比霸道吃的都操还能合法上路 就这么霸道 比霸道都霸道 当然想发挥出全部实力 还是得高标号的赛勿油 这是美国一台能合法上路的改装车 也被称之为美国最快捷车 它还有个帅气的称号 Sucrease New 原型车是通用1984年生产的 Otomobile Souls 在当时来讲 这车就不俗 时间来到今天 经过改装之后 现在它不仅不俗 还很嚣张 车主之所以把它打造成 现在这副模样 是因为年轻时的一个小举动 年少轻狂的车主 为它安装了一颗 大排量的机械弹压器 从此就走上了改装的不归路 或许在某个时刻 它的父母也曾担心 它是不是在吸毒吧 现在这台女巫搭载的 依旧是尾巴引擎 那排量提升到了10.2升 机灯也换成了更暴力的双波轮 调整到最佳状态 再加上专用燃料 将可以输出超5000匹马力 零百提速暂且不知 但零到400米不足6秒 至于具体多少 请看大屏幕 零四五点八五秒 尾速419公里没有 我感觉看到这个数据之后 大家也就没必要关注零百了吧 五点八五秒 很多车零百都做不到 可女巫却超过400了 所以她零百应该在两秒内 这个数据看似震惊 当然实际也很震惊 倒不理解 她为什么能合法上路呢 现在这台车除了伟德 跟车架上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零件是原厂的 暂且不知道 她这个降落伞是否合规 毕竟这玩意可以拆掉 但车内的防滚架 可是实打实的 没记错的话 美国因为保时捷 防滚架的事故 已经禁止公路车 安装防滚架了吧 所以女巫是怎么通过认证的 难道她的防滚架 是可拆卸的吗 不然根本没法解释这件事 另外这台车正常上路之后 也不会这么暴力 行车电脑会根据 加注的燃料 自动调整功率输出 但峰值5000匹的车 再降还能降哪 我是急速车士 顺利观众告诉我 你想干什么车 也许你 本集团 请 过来 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 是 有 读